好不容易等到鐵捲門升起 專案小組立刻上前 而他們人手一張板凳 就是為了要卡住鐵捲門 不讓嫌犯得逞 一次抓到兩個 抱歉你們只能乖乖配合 一進到屋內 發現其實就是娃娃機店 但會被警方鎖定 當然沒這麼簡單 原來暗門另一頭 全部都是賭博機台 其中這名黑色上映的男子 就是賭場33歲的 陳姓負責人 而這處賭場 位於新北市三重的三河路上 一開始是民眾發現 明明是娃娃機店 卻經常把鐵捲門拉下 甚至還會有一大群人 頻頻進出 警方經過一個月的搜證 近日一舉攻堅 發現裡頭賭客可以投幣 500到2000元不等 會用各種賭博遊戲 贏得彩票就能換成現金 最後警方現場查扣 29萬多元 房東事後才知道自己租出具的店面 竟然被經營違法的賭場 口氣中聽起來也是相當無奈 這回以為用娃娃機店當作掩護 就能躲避警方追查 還是想得太簡單了 TVS新聞網路 新宴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